今天一台宣佈 十月十三要正式打開台灣的 變境大門 這個檢驗改做零到七天 入境台灣不用再來計理 只要做七天的自助健康管理 基調每禮拜入境的總人所 也提升到十五萬人 再來 韓團零出銷 入境台灣的無情重價 也能夠在台中交通鋼琴丁丁 疫情主義官 王必勝說 基調都已經準備好事 當初疫情也沒發生的時候 基調怎麼做 十月十三後就對了 怎麼做 也希望基調回合正常後 包括民生經濟跟國際交流 也能夠回到正常 開桌的宣佈好消息 雖然已經慢慢變好 現在正式打辦 直到十三後開始 入境檢驗會改做零加設 不用及到計理的身材度 每週入境人數 人數十五萬人次 並開放非免簽證國家入境 入境官方也取消 淨團令等措施 第二次當時 並境開放 開放入境零加設 也會讓基調進行立境通關 第二次立境總領 提升到十五萬人 非免簽證 也會讓一般消費訪問 和觀光 另外 限團令不出銷 而且立境沒有淨頭的人 也會多帶重溫數 的這個過程予以鼓勵跟輔導 天空改鋒打開國門 台灣以前在要看到 更加強的頭光 大家準備好事 歡喜緊接國際交流 請上生活 嗨 我是莊宇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潔一起看新聞吧